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挺莫名其妙的 本来是一个小姐姐的 就是101女孩子们的一个节目 然后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的情修同学 始终保有一颗纯爷们的心 一旦被说像女孩子 就会用眼神释放杀气 身怀18班绝顶舞技 和各项出奇不易的技能 钟情大摩托 潘尼嘎里尔应该是载道版那种 原本它R1 1000cc 宝马 千尔 我最喜欢的车 认识省车前 每天骑着坐驾 公路指程 轻挑各路名跑 认识省车后 日常是这样的 该起床了 起床吃饭 吃完饭我们 骑车出去逛 晚安 快睡觉吧 然后 早点睡 睡得 薄一点 然后明天我们继续骑车 骑车出去逛 总之 大摩托的后座位 只能留给心爱的女朋友 省彻 生肖属狗 阳光中全兽气包 天然呆被动发射卖萌技能 明明拥有六块富妻 却总被小伙伴们欺负的 纯良好少年 直男审美 面对毒蛇 只会在内心腐肥 在美色面前却毫无抵抗之力 在阴然眼中 一部能成功引起我注意的爱情小说 那绝必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狗血发糖 或者虐心的机会 比如在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里 别的考生碰到的考题 都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演 而自带袁丹小说主角光环的省彻 考题就变成和秦修搭档演床戏 跟他拍张 床戏 你他喵的道具只有一张凳子 对手是一个雄性生物 怎么演床戏 直男省彻的内心是抗拒的 为了演员的梦想 省彻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 硬着头皮靠近秦修 然而传戏不是随便敷衍的 美人公不是白叫的 你看到这边都没看到 看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好 两个人就此顺利考进电影学院 大家以为小兽和小公就此一吻钟情 不 一个优秀的爱情故事 怎么可能少得了车祸摔倒 同居堕胎呢 最后这个真没有 一年后 秦修阴差阳错地住进了省彻的合租公寓 虽然他已经忘记了省彻 但是大摩托还是很贴心地帮主人挂倒了他的真命天子 秦修因此错过了参演MV的面试 摔倒后又满血复活的省彻 反而凭着真挚不做作的表演 引起MV导演的注意 可是省彻 都是一个舞蹈黑洞 你是我的小小äd肴 我独过爱你 都是幽默的笑的魂 跟我的心 和云梁还 都变了我生命的火 喝喝喝喝喝喝 它是零舞的 我是在后面会动的 没有它 我学不会舞的 傲娇的秦修在一连串 误会和误会解除后 决定用倒是吉的实力调教审彻跳舞 而她并不知道 当年的吻戏给沈澈留下了难以磨叠的脚 天位的感觉怎么样了 紧张 而且还是难的 在这过程中 沈澈的舞技和对秦修的感情直线上升 跟金服智一样的飞跃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沈澈不仅MV落选 对秦修也在沦陷中撤退 她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丑 串义很low 我招黑的唯一原因可能是我丑 对比自己 秦修就像女神般的存在 自己这个穷屌丝 可远观而不可卸玩 殊不知 肤白貌美的秦修同学 偏偏有着不一样的审美 嘴上各种嫌弃沈澈的天然卷 鸟窝头 小麦色的肌肤 身体却很诚实 偏偏还自我安慰 那是沈澈在故意卖萌 用惑自己 两个闷骚的原生态直男 就在你喝醉了强吻我 我喝醉了强吻你的骚操作中 掰弯了对方 之后两人在一个偶像团体中出道 他们的第一部作品 是以南球为主题的电视剧 作为中学就是南球主力 审册贡献了不错的表演 当初我珍贡献了强吻你 一样 而秦修更是一出道就人气爆表 虽然偶像团吸引着各式CP粉歪歪 但两个人还是会悄悄悄地发着天然糖 然而随着团圆间人气的差距越来越大 秦修成了公司唯一一个想留下来的人 其他成员各奔东西 沈澈为了不拖累秦修也选择了退团 事实上唱歌和跳舞都不是沈澈的强项 表演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舞台 离开偶像团体后 沈澈出演了几个中二的角色都反响平平 直到他在一次拍摄中被人当面说戏演得很烂 好尴尬 想死当时 想找个地洞钻下去是不是 对的 从此沈澈静下新研究角色看回放 慢慢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特殊原因 沈澈坚持和经纪公司解约 为此他不得不支付大笔的解约金 断掉了从前的影视资源重新出发 解约后 沈澈之身去到了偏僻的自然保护区 那是个未被城市化染指的世外桃源 有山 有水 传说 还有雄出没 重回娱乐圈后 沈澈在综艺里展现出骨骼惊奇的一面 重新引起观众的注意 更幸运的是 他被制片人选中得到了主演电影的机会 这部电影是小成本制作 虽然剧本出色 但剑走偏锋 很多演员都不愿意出演 由于在电影中脱胎换骨的表现 沈澈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之后他主演的第三部电影 更是获得了国际A级电影节中的大奖 而秦修更是一路开挂 用极有影帝证明了无惧流言的实力 和沈澈从此过上了人生巅峰的生活 影帝们的公寓在2013年年载完结 作者承诺本文后期黄暴粗长 因为篇幅所现 解说略过了很多有趣的支线情节和人物 喜欢添冲爽文的小伙伴 推荐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最后提醒大家 以上解说只与小说有关 视频画面如有雷同 那绝必都是巧合 请勿圈真人